三番市住户三个月险遭遇两次入室抢劫 三番市Burlhuis一户人家 与本周三险些遭遇第二次入室抢劫 就在三个月前也有持有5系遗犯闯入这户住家 具体事件发生在本周三 位于Perota加Perhatan大道附近家中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一名遗犯不断靠近屋主的车辆 似乎在检查车子 而三个月前则是两名遗犯 试图穿过前门被监控视频录下 当时屋主的朋友正在看家 遗犯威胁要杀死屋主的朋友 随后房屋的警报器触发 遗犯随即逃走 目前警方寻求市民帮助 并呼吁有线索的居民拨打警方电话 电话是415-575-4444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 chairman 문제가在导致中型电话 位置病人 少奇带 从未明有 courage 接下令到 任何时 保际 宿